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8月21日礼拜日的第四节 我们继续去跟进下最新的国际局势 有两个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个消息 在今晚 美国印第安纳州州长共和党籍的侯康安 率团抵达了台湾 将会停留访问至到8月24日 侯康安州长会在明天 会见蔡英文总统 而在大陆方面 解放军将会在明天 去到东海水域进行实弹射击 而在后日 即是23号 就会去到珠江口一带 进行军事活动 第二单消息 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 再次揭露了佩洛西访台的内幕 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指出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曾经在拜杂通话当中 对拜登要求阻止佩洛西访台 但是遭到了拜登的拒绝 好了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 印第安纳州州长访台的情况 根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所说 侯康安州长在晚上 述团搭机抵达了台湾 明早上将会晋建蔡英文总统 另外会接受外交部长吴超洩的款待 以及拜会相关的政府机关 以及台湾的半导体厂商代表 侯康安州长在今天至24号 率领经贸和学术代表团访台湾 他是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第一位到访台湾的美国州长 台湾外交部对侯康安州长 表达诚智的欢迎 侯康安州长将会是签署和见证 多项促进台湾和印第安纳州的 经贸、科技、产学合作的备忘录 共同强化双边专业人才的互动和连结 印第安纳州和台湾颇具渊源 不但只是台湾在美国所缔结的 第一个姊妹州 而印第安纳州的知名学府 例如是普渡大学、圣母大学 和印第安纳大学 在台湾也有很多的校友 双方在学术和人民的互动是密切的 今次是侯康安州长第一次到访台湾 台湾外交部相信 这次访问将会有助持续提升和强化双边的各项关系 并且深化台美互惠互利的伙伴关系 今次是事先无预警的 一来就放一声告诉你们到了 而在截至我录节目的这一刻为止 大陆的官媒对于印州州长访台 还没有一个文字上的回应 但是我就留意到大陆是再次发出了一些航行警告的 包括宣布在明天的凌晨2点到下午4点 会在东海的水域进行实弹射击 而在23号的早上7点至下午2点 和夜晚6点至11点 会在珠江口和外宁丁岛的东部海域进行军事活动 到底在东海和珠江口的这些军演 是大陆的行常演习 也或用来特意回应印州州长访台 这一刻还没确定 因为官媒直头是 这一字都还没提 到底是大陆都事前不知 还是他早收三日风之道 所以在珠江口军演 但是没理由在珠江口演 隔这么远 是不是 难道真是吓鬼 今次印第安纳州州长 率团访问台湾 其实就是反映了 朝野两党 基本上对台的态度是一致的 就是要力挺台湾 看现航行自由 无据来自大陆方面的威胁 在较早之前 大陆的外交部曾经出过一份稿件 就说 凡亲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邦交的国家 不要再和台湾有任何的官方往来 但是现在这一次又是官方往来 虽然 印第安纳州州长 就不是美国联邦政府的行政当局 但是他也是一个官式机构 他也是一个民选的州长 民选的政府 他照样是去台湾的 而且明天还会见蔡英文 这个很明显 在定义上来说 就是属于官方的往来 所以我又会很有趣一件事就是 到底大陆会有什么回应呢 上次有五名的夸党派 就是参中两院议员访台了 那大陆方面的反应是怎样呢 就是将七名民进党的官员和立委 就放了上去一个叫做台独环固分子的名单上边 进行制裁 但是对于那五个的国会议员 就似乎是放生了的 没有对他们作出制裁的 那就已经是跟佩洛西访台所引致的后果 是有很大的不同了 而且是轻弱了很多 佩洛西他本人 以及是其直系亲属 都是遭到了大陆方面的制裁的 后来有些媒体 包括深圳卫视 都摆乌龙 佩洛西的老公就叫阿波的 就说 哇 有间的基金管理公司 就是这个阿波管理的 有份的 在香港就有多少百亿美元的资产 怎么不知呢 原来就此坡不同彼坡 都不是那个人来的 摆乌龙 将官理大 所以呢 其实对于佩洛西及其籍 是亲属有些什么的 严重后果呢 暂时来说 未清楚 因为上次那个不算是 不是那个人来的 到上个礼拜 五个国会议员到访台湾 谁知道大陆就制裁了七个台湾佬 好了 今次印第安纳州州长访台 他是地方官员来的 是共和党籍的 那大陆又有什么的板斧可以拿出来呢 我相信有些是铁胆来的 比如说 外交部发言人的强烈谴责 大陆官媒的口诛不伐 包括就是环球时报的前老总胡锡进 在微博上面发表贴文 和小粉红围炉取暖 我想这些就是铁胆来的了 那拖什么脚呢 到底 喂 现在说在东海 甚至乎是珠江口的军演算不算呢 哈哈 可能他本身就是一些行常的军事链杂来的 现在计算下去都不奇怪 喂 没理由又搞多一局啊 对不对 要钱的嘛 这些东西是 日本方面就准备山水喉了 那个这样的阿开行 那可能这个又当成是军演 那还有什么呢 是不是又要找台湾那些立委制裁 还是怎样呢 那我想大致上其实都是离不开这些范围的 你说再走去射什么东风飞弹啊 一会又穿越台湾岛上空啊 我想就不会了 因为始终 印州州长 他在那个级数上面 就不及佩洛西嘛 所以 佩洛西访台都尚且是这样的时候 那大陆在回应 比较像一级的美国官员访台的时候 他更加就不会花那么多钱来去做这些大龙凤嘛 始终他做完之后都是给里面的人看的而已嘛 实际上 你说能不能够阻吓到呢? 现在非但只是阻吓不到 甚至乎佩洛西就是打开了一个访台的大门 你又去他又去 个个好像报名去旅游那样 接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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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的国会议员去 立陶苑又说去 日本又说去 日本准备到了 那所以大陆呢 那个反应肯定都不会过激的了 激得就是呢 就暂时吸引更多人呢 是前往台湾而已 好了 接着呢 这一件事我就觉得是 值得来到去看看的 就是华盛顿邮报的一篇爆料 这篇的报道呢 就是公开了 美国政府内部有多名的资深官员 所提供的有关于佩洛西访台过程里面 所发生的内幕情节 那我值得大家去听听了这件事 那有些什么内幕呢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 之前就曾经讲过的了 就说大陆方面的官员 在佩洛西计划访台的消息传出了以后 立即就在各个层级向美国发出警告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更加多次 就着这件事作出威胁 说如果佩洛西不顾中方的反对 坚持访问台湾 中方将会对此作出强烈的反应 并且声称 美国要对一切的后果承担责任 正正就是这些这样的言辞 再加上胡锡进在微博上边线风点火 又说要击落佩洛西的专机 搞到那些小粉红鬼那么亢奋 后来当然就知道老虎在打飞机了 当时有消息传出过 就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在7月28号跟拜登通话的时候 曾经呼吁拜登劝了佩洛西访台 当时官方甚至乎是说出了 玩火者必自焚的重话 语气很重 报道就引述了白宫里面 一名资深的官员指出 多名中方官员在和美方沟通的时候 表达出强烈反对佩洛西访台的警告 而习近平在和拜登通话的时候 的而且确是有要求拜登 想尽办法阻止佩洛西访台的 但是这一名资深官员就说 拜登当时是对习近平说 他可能都无能为力 拜登就解释了 因为国会是美国政府里面 独立的一支 佩洛西跟其他的国会议员一样 在是否出国访问的问题上 完全是由他们自己拿主意的 拜登当时还警告习近平 如果佩洛西真的访台 北京都不能够采取挑衅性 和脅迫性的行动 报道就引述了多位美国政府官员 是特别指出 虽然拜登和其他美国政府的官员 为佩洛西有权访台 是作出了辩护 但是其实暗瓦底 高层那些的官员 对佩洛西的台湾之行 是保持着严重的关切的 当时拜登一行人 其实就不是很想佩洛西访台的 这个我们有讲过了 包括是国安方面的官员 都说很危险的 吓他 想吓退佩洛西 这个是来自美国行政当局的压力 好了 这一名白宫官员就透露了 美国在过去几个月 已经了解到 北京正在考虑着 在台海举行前所未有的 大规模军事行动 而且也看到 中国当局将会利用佩洛西访台 作为借口趁机采取这些行动的迹象 即是说拜登根本上就不想看到台海中线模糊化 不想看到解放军那些的军机和军艦 时常就在台海的周边或者是空域出没 即是现在搞到这样 其实就是佩洛西访台之后 所发生的事来的嘛 那当然啦 其实大陆方面都有少少路啊 那张底牌是怎样的 但是在事前没有人知道他会怎样的嘛 拜登其实呢 就有少少严格派的在这方面 他不主张佩洛西去的 这个很明显的了 我们再看下去就知道了 好了 根据美国官员对华盛顿邮报的透露所讲 在当阵时 美国国防部 美军印太司令部 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 都先后向佩洛西讲述了 访问台湾的风险 但是佩洛西坚持进行 这一次的台湾访问行程 而这一次的访问 也都的确是引发出 大陆当局对台湾 进行了史无前例的 大规模军事实弹演习 解放军发射的弹道导弹 是破天荒地飞越了台北的天空 这个直头就是去到太空了 好了 后来 现在解放军演习的部队 跨越台海中线 就成为了家常变化 这个就是拜登 和他那些辉下的官员 不想见到的事 很明显的 美国有分析批评 佩洛西访台是为了 营造自己的政治遗产 而佩洛西坚持访台 也都的确是让部分的 美国政府官员感到挫折 是加深了佩洛西 和行政部门之间的分歧 这个都是事实 因为有些人本来 就不想他去的 行政部门的官员勸说 不能够打动到佩洛西 佩洛西认为 访问台湾是因为有必要 展现对台湾的支持 而且在民主和威权 对立中间支持民主 即是说 这个是意识形态之争 是很强烈的 当然了 佩洛西就否认了 他访台是为了 营造自己的政治遗产 肯定他说不是的了 他说是为了民主的 之前有消息传出 说蔡英文是不想佩洛西访台的 但是这边的报道揭发 根本上台湾官员 从头到尾都是期待和欢迎佩洛西访台的 即是说有些报道是不准确的 好了 我们再看下去了 佩洛西曾经向白宫的官员表示过 他只有在两种情况下 会重新考虑访台计划 第一就是拜登直接提出要求 叫他不要访问台湾 第二就是蔡英文撤销了 他到访台湾的邀请 佩洛西同时表示 如果是拜登要求他取消访台的话 佩洛西就会公开宣布 是认拜登的要求不去台湾的 即是说如果他不去台湾 就会放拜登上台 故此 《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报道 是完美搏斥了 有些人不断地神化拜登的一些说法 又说拜登和佩洛西暗瓦底是夹好 扯猫尾 又说拜登根本上就是支持佩洛西访台 拜登从头到尾都是不想他去的 这篇报道说得很清楚 我为什么会信这篇报道呢? 我不是说信到他十足 大家可以分析到的 如果是扯猫尾的 一定会有人出来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一起 大家当时看到的 沙利文又反对 印太司令部又说 很多危险 这些全部大家看在眼里 哪有这么多人可以在一起 做大戏 而且大家看到的 当时整个主流媒体 包括是《纽约时报》 《华盛顿右报》 很多亲民主党的媒体 那些评论 都是对佩洛西访台很有保留的 又说怕着触发大战 诸如此类 因为当时大家还没看清楚 大陆把底牌是怎样的 有些人是怯的 在美国方面 现在后来当然 佩洛西访台出之是 令到整件事件明朗化了 反而是 但是呢 我就觉得不需要再在佩洛西访台 这件事上面 有些人乘机又在那里 对拜登有些吹捧 说到他很硬 很厉害 他一点都不硬 他是远的 大家可以看到的 难道《华盛顿邮报》说大话 如果《华盛顿邮报》 在报道一些 美国国内政治 尤其是在说两党斗争的时候 我会有所保留的 我不会信任程度那么高的 我一定就会拿保守派的媒体 来做一个对比 然后得出我的结论 但是 当聚述到 有关于国际局势 或者是中美关系 这些议题上面的时候 我又不认为 《华盛顿邮报》是有必要 来作一些消息人士出来 去愚弄公众的 因为其实这个报道出了街之后 对拜登是不利的 对民主党是不利的 其实是 所以这篇报道 我认为可信性是很高的 好了 至于拜登 反过来 被佩洛西摆了上桌 他于是乎 不再坚持 叫佩洛西不要去 你喜欢去就去 不去就不去 其实到后来 佩洛西坚持的时候 其实 美国的军方 他都要配合的 难道不护驾吗 难道有得他自己去吗 那当然了 到最后 其实 佩洛西一访台的时候 你一试 便便便知龙与鳳 后来便得出 原来大陆的反应就是这样 他不去过 也不知道 所以 之前 有部分美国的甲派 其实是过度忧虑了 所以认为这篇报道有价值之处 就是 厘清了很多的事实 好了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